观众朋友 你是平常生活在拥挤的都市 但是一到假日的时候 就想要往户外跑的人吗 今天我们请节目中的专家达人 好好帮大家来盘点 到底有哪一些都会 还有越野两相宜的小霸王 一次能够满足你在平日 还有假日的用车需求 同时节目中的专家还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车上有越野模式 甚至于你的用车在轮胎上面的使用 也有一些小小的美高 如果你稍不注意的话 可能就会让你损失惨重 那首先我们先来聊聊 如果讲到都会型的越野车来说的话 大家第一个一定会想到的就是 已经被大家讨论到 非常泛滥的Suzuki的Gimini 何黄哥 你今天也我们带来了Suzuki的Gimini 是不是可以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一款 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因为何黄哥 你这一款Suzuki的Gimini 听说在交车之前 应该说是总代理在发表之前 你就已经入手了是不是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 没办法回答 OK 我们了解了 这一款第四代的Suzuki Gimini 相信观众朋友对它应该算是蛮熟悉的 因为如果喜欢车 尤其又是都会型的越野车来讲 可是何黄哥你的车 绝对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带大家来看一下 对 但是我要特别再强调一点 我是觉得Suzuki的Gimini 它真的是都会越野两相依里面 最好的一个典范的车子 怎么说它是最佳典范呢 因为Suzuki的Gimini 它在2019年 它拿到世界风云车里面的 什么奖 你应该知道吧 年度的都会车 对 还有它是设计奖里面的前三大 Top 3 对 没错 对 所以它 所以说它整个设计取向 它就是以都会跟越野两相 而且它的设计方面各项都做得相当的棒 那很多人会说 这个Gimini看起来好像是方方正正的样子 好像是在向G Class致敬 其实并不是的 我必须跟各位讲 因为Suzuki的Gimini 其实它是1970年 它就上市 它就发表了 那到现在已经50年了 而且今年我还要到日本去参加 Gimini Club 他们办的这个50周年聚会 台湾之光 对 而且为什么Gimini 它可以这么历久不衰 其实它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它是少数这种所谓越野车里面 它承袭一贯的风格 第一 它有梯形大梁 第二 它前后都是固定轴 第三 它还有加利箱 而且它整个功能取向 像在日本来讲 它其实日本的车型是比较窄的 就是所谓的K Car 那在日本来讲 它的产能跟这种占有率是相当相当的高 而且我必须讲 在我们家小时候 其实我们家 虽然我们没有很小的时候 就是大概已经上了高中的时候 家里就有这种车 其实我们当时的目的是当货车用 因为我们家的是LJ81 就是那种货车版本的 而且这个车是少数 即便你到现在去外面看 它其实它就跟Jib一样 它的轮胎很大 而且它其实在原意里面 这个部屋车它设计它的意思就是 mini Jib 所以它叫Jib Jimny 它是取这两个字 其实这是日本人告诉我 当时他们设计这个车 是用这样的谐音去取出来的车 我们住在乡下 我们常常去跑一些林道 其实就只有这个车 它的车侧可以走得很深 就是我们讲 比如说下了雨之后 路面积了水之后 这个路就变得很泥泞 然后这个车它一样 还可以很容易地通过 它不会卡住 它的这个前面前后的轴 它不会被卡住 而且它的承载力也很强 再加上它配了加利箱以后 再斗地泼我们的爬上去 虽然说它可以名为说 是都会型的越野用车来说的话 也许大家会觉得说 它真的是脱困能力没有那么强 可是听和王哥讲的时候 才知道说原来 它真的是生活在这个丛林里面的 对 没有错 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你即便到现在 你要再去找一步 跟它来相较 轮胎的胎 这种直径要够高 然后越野能力要有这么强 的小车 其实真的很少 很难再找到 它的价格还蛮亲民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卡 那和王哥你刚才有提到了 我们看到的现在是 新一代的Suzuki的Jimny 而且你在轮胎上面的配置 你也弄得比较不一样 甚至于连在车头 我们看到跟市售版的 也不太一样 你到底动了哪些手脚呢 其实整部车的外形 我希望它是比较古朴 比较复古的 因为毕竟Jimny 它还是算一个 比较复古风的车 所以我们希望 它的格局格差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 其实它的线条 还是跟G-Class有点相像 都是方方正正的线条 所以我们就拿了这个 就是宾式W461 460的这种隔箱 的这个水箱隔扎 水箱护照 对 把它装上去 那再来因为 其实它的保感 跟它的线条 各方面来讲 它配置的 其实还算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 刻意再把它拿掉 那只是 对 只是我们还有就是 我们把车子的底盘举升 让它的悬料加高 但是我们就让它轮胎再加大 但是它原厂的 配的这个15寸 然后这个5.5寸的铝圈 其实它是相当棒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15寸看起来 何王哥你这台车 不像是15寸的 只是轮胎变大 对 其实钢圈是 原车的它是比较暗灰色的 但是你就会觉得它很小 但是我们就把它做成那种古池峰 就像这种 复古的古池峰 对 古池峰 然后再加上这个轮胎之后 你就觉得它好像就变大了 放大效果超好的 但是原厂的这个铝圈 其实是相当棒 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因为第一 它的轮胎的直径 不变的状况下 铝圈保持原厂的状态 它的胎臂就会变很厚 很厚之后再加上 我们的钢圈的阶子比较窄 所以即便我们真的去 offroad去跑这种 所谓沙地的时候 它不容易脱胎 就像我们去跑比赛的时候 我们去跑巴黎打卡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故意把我们轮胎 即便我们装到235 85 16的胎 我们都会故意把它那个钢圈 装到5.5寸的 所以它是最棒的一个钢圈 其实很多人都把它舍弃掉 我是觉得很可惜 对 最合一的size 反而是这个15寸的 对 其实日本人设计这些东西 是算很有一套的 对 所以其实何王哥 你所有的这些改装 包括连这个轮胎的升级 都是可能为了越野而生 然后除了前面 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拿来插电用的吗 不是 那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交朋友用的 交朋友用的 可是刚才何王哥你有提到说 前面的这个保杆的部分 其实你一样保留了原厂它的设定 对 没有说话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 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DACY是什么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我们的所谓脚盘 它线控的部分的连接线 其实这个东西 它其实也是可以装成无线遥控的 就是你一样把插孔放在这个位置 一样可以去接 然后我们 我看一下这个 对 这个上面 它有按钮 对 它一个in 一个out 对 然后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说 会淹死的 往往都是会游泳的 很多人可能会凭借说 它是一部很厉害的 越野车 所以即便这个车你装的 前后插出气所之后 其实你还是要小心 因为你很有可能还是会限车 所以我常常讲这个东西 除了是交朋友以外 它还是一个可以自己救命的 你可以看 自救救人 两相宜 对 这是一个我们 哇 泡好眼 这个是要救人的时候也可以用 对 你也可以去勾它 或者是你的固定的锚点 你没有点可以勾 你有树的话 你一定要用这种布绳去勾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把它 配置在这个里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把它装在这个位置 你没有藏一个脚盘 对 然后你再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sharkle给扣上去 然后把它锁定之后 你可以把它绕 假设前面有一棵树 那我们就绕摄影师 对 你绕过去之后 你就尽量不要让这个打结 而且尽可能把它压在树的 比较最低一点 很多人就会直接拿 我们这种脚盘的cable 然后直接就把它缠上去 其实那是很危险的 你也有可能会让一棵树 就这样给挂了 直接弄倒了 那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拖 或者是用这个按照 这个是硬跟奥 对 就是它控制这个 出现跟收 出现跟收起来 就是准备把它拉回来 如果说你自己 如果你担心害怕的话 你如果只有一个人出门的话 我会建议你 你可以把在这个位置换 插成一个无线遥控的控制器 其实这个东西 现在这么进步 还有这个无线的遥控器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很有必要的 就除了加高之外 我会强烈建议各位一定要去装的 哦 懂了 所以观众朋友 原来买一台车 不只是都市跟越野两相宜之外 它还可以去做交朋友的动作 这的确是蛮促进人际关系的 对 尤其像我之前 我开这部车 我去南辽的时候 我就遇到一台S牌的车 它就在那里甩 甩在沙滩甩甩甩 甩到后来 它车就挂了 挂了 挂了以后就开始涨潮 刚开始我也想说 大概这个车大概没有办法去拖它 结果它还是借一点力 使一点力 还是让对方上来了 对 所以其实技巧很重要 不是在于说车子的大小 跟它可能可以拖翼的能力 我们下了第一集 调查询2 请不吝点